接着我们要来设计一个简单的CPU 这个CPU我们目前设计的指令只有三个 所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CPU 叫CPU0 Mini 那我们用来测试的程式是这一个程式 那它里面只有三个指令 一个是LD,一个是ADD,一个是JMP 那这个程式会让暂存器R2从0开始 然后每次都加1 所以最后R2就会0,1234567 这样子一直上升 那我们的主程式是用Vlog写的 OK,那这个之前的一些版本我们都有记录下来 那最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把这个程式上传 那我首先呢,先绑定这些PIN角 那绑定好之后呢 我就可以执行上传动作了 OK,那上传动作呢 我们是用这个Programmer 这个Programmer 然后呢,按下Start 然后就可以上传了 现在上传完毕之后呢 我们的程式就开始执行了 那最左边的是程式技术器 它会从0000开始 0004一直到0810 然后呢 10之后又会掉回08 这是因为它跳跃指令JMP Loop的关系 那你看到它中间的这一个闪烁的数字是 程式的Clock 就是我故意把Clock调得很慢 让大家看得很清楚 好,那接下来呢 右边的这边呢 的七段显示器显示的是 那个R2的值 那不断地被加1 那我们之所以输出这个 是因为我把LU的输出 给绑到七段显示器上面 那所以LU的改变呢 都会显示在七段显示器的上面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它从 01、02一直跳 跳到07了 那这就代表说 它的程式执行是正常的 那我们看 这整个程式的执行都很正常 这代表我们 这个只有三个指令的CPU呢 设计的 在FBQA上面是 运作正常的 OK 那现在它跳到0A 0A代表10 那我们是用16进位的方式 再处理 跳到0B 0B代表11 接着下来就是0C、0D、0E、0F 这样子一直跳上去 0B代表10 0B代表11 0B代表11 11 2 感谢观看